击打拘邻一名曾经接触新冠肺炎患者的印翼工厂技工 一位在隔离期间外出闲逛 还跨周到槟城 今天早上被控上佛罗山被推示亭 42岁的被告被控在这个月7号下午5点45分 到槟城国际会展中心逛家剧展 当时他的手上戴着的白色隔离手环被人识破 当场遭到会展辅警带往巴央巴鲁警局 警方鉴于被告违反居家隔离标准作业程序 当场开罚单 并援引1988年传染预防和控制法令 第22支B条文 不遵从任何授权官员发出的合法命令调查此案 不过击打卫生局证实 被告两次的病毒检测结果都呈阴性反应 证实他没有染病